主要特别注意这个地方就是直接复语 就不需要在new的部分这样的写法 那这样的写法其实还蛮常见的 以后你们再写那个enjoy程式的时候也是一样 这个部分是还蛮常见到这样的写法 那不过各位朋友们特别注意 这上面我有宣告一个 宣告一个一样的一个 宣告一个temp这个一个temp的一个 这个阵列变数 那不过你会发现前面有讲过 我们可以不用复语也不需要new 就是说只有宣告 但是我没有做任何动作 那什么时候可以用到呢 各位朋友们发现 这个时候呢我可以怎么样呢 把这个temp里面的阵列值 直接丢给他 丢给他之后会变怎么样呢 如果你将来要复制阵列的话 直接就可以这样复制了 那复制之后的话呢 其实如果你要输出的话 等同什么呢 这个tips里面的这个阵列里面的东西 也会copy到哪里呢 copy到temp里面去 所以呢如果我今天呢 底下这边写法 如果假如说我把它改一下 改成什么呢 改成temp 那结果会怎么样呢 它原来里面是空的嘛 因为我完全没有复理任何它任何的值 那现在的话呢 我是直接怎么样 把这个值 就是用copy复制阵列的方式 把里面的值丢给他了 所以丢给他之后的话 那等同怎么样 它里面有的东西跟timp是一样的 也就指向他 但是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前面讲过 其实阵列 它也只是 不是记录时机的值 而是记录什么 记录位置 所以我只是把位置给前面的temp而已 所以执行起来之后呢 基本上呢 也会是一样的 这上面里面的值 所以我用for each的方式呢 输出temp里面的值 那秀出来的上面这部分 也会跟timp是一模一样 并没有太大的差别 这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说呢 在写法上面呢 各位有没有发现 我在上面这边有一个注解 那上面的写法 其实跟下面的写法 最后的结果会是一模一样的 比如说我把它下面的注解量 我把它执行起来 看到的结果是一模一样 但是哪一种比较 比较这个精简呢 你会发现上面这个地方 这个是原来的for回圈 那原来for回圈呢 至少要三个东西嘛 这个我想我们讲了很多次 应该各位都已经熟悉了 第一个就是初始词 条件跟它的布景 对不对 那可是呢 如果将来你遇到阵列的时候 遇到阵列的时候 请特别注意 你可以写下面这种方式 而且下面这种方式反而更精练 而且更好理解 只是说呢 刚开始各位会比较不习惯 可是之后你当习惯之后 你会发现 你再也不会想要写上面的方式 你会用 如果你是配合阵列的话 你应该会想要写下面的方式 因为它非常好理解 for each in in的意思 就是说在 这个是一个阵列 里面的所有的值 它会从那个 index 0开始 逐一的把它放到前面去 那也就是说前面这个地方 你要去宣告一个什么 宣告一个变数 那这个变数里面 也就是说你一定还是可以丢到 前面的这个变数里面 所以通常会是同样的资料型别 或者是你可以丢进去的资料型别 你不能说我今天后面是一个 是一个这个 double 然后我要丢给什么 前面的印子 那就会出错了 所以这地方的话 就是我可以把后面逐一的放进去 那它就等同是上面的写法 那上面的写法当然 一定要还可以出指词 然后呢一个 这个条件 通常会用 这个长度来比对 这个我想前面用很多 那如果说我今天用后面 for each的话就不需要管到它的长度 为什么 它是一个一个的嘛 就index0123 012到2没有了 它就结束了 它不需要去管说它有多少长度 OK 所以上面的写法跟下面的写法 是一模一样的 那再来的话 我们就可以把所有的值分别把它秀出来 所以这部分的话 请各位再试试看 这个我们刚刚的这个范例 那接下来 等一下我们再来看 就是说呢 再来就是二维的阵列部分 二维阵列其实如果比起来的话 相对于这个一维阵列会难度高很多 那前面的话 我们是用也是用new的方式 那现在的话 如果说我今天呢 要直接负语值的话 那特别注意 假设有两个成绩 比如说国文跟英文 然后我要把它放进去的话 基本上一样 前面宣告什么 宣告一个两个瓜葫 而二维阵列 然后它的变数名称 这个名称 后面的话特别注意哦 两个成绩哦 本来是一个大瓜葫 对 你看大瓜葫也是一样 在最外面 可是里面呢 再一个大瓜葫 然后呢放两个成绩 再逗点 大瓜葫 两个成绩 所以这样的写法会复杂很多啦 但是基本上 还是可以理解 那三维阵列当然一样啦 你大瓜葫里面在大瓜葫 大瓜里面在大瓜葫 所以更为复杂很多 那我们举这个例子说 假设我今天 希望让学生放两个成绩 然后呢 最后把这两个成绩加总 加总之后把它输出 就类似像这边有一个sample 这个是六之二之二这个范例 那比如说我这边执行起来 各位看一下 我希望看到是两个成绩 就是这两个成绩的小计 还有所有成绩的小计 所以这里的话我需要怎么样呢 赋予这一个人两个成绩 把这个个别的成绩加总 全部的成绩加总 大概是这样子 那输出的话呢 该怎么做 特别注意 第一个就是说呢 要赋予这六个成绩 所以这里的话呢 我们建立先一样 先建立一个潮状的 第一个是建立那个二维阵列 二维阵列 然后把这六个成绩放进去 所以这个地方要特别注意 这六个成绩 放进去之后的话呢 接下来也是跑围圈 那因为你会发现呢 二维阵列很麻烦 你一定要跑一个外回圈 一个内回圈 那这边当然 我这边是 外回圈是J 内回圈是I OK 那当然这个地方你也可以把它改成 我们for each in的方式 看这个应该也是OK的 那如果不是的话就出之零 然后呢当它小于lex 它的长度加加OK 那里面的话这也是一样 再来的话输出什么 输出个别的成绩 那输出个别的成绩的话 就是先把它的成绩 JI加上一个空白 加上后面加一个空白 然后的话呢顺便怎么样呢 把这个sum加起来 这两个 然后total也加起来 因为我最后要这个成绩 跟这个成绩 所以我需要两个变数 total跟sum 然后呢 跑完一次之后的话呢 再来再跑 等于是把这个阵列两个 跑完之后的话 然后输出 等于是跑回去之后再输出 然后中间一样加上一个空 这边一个空白 一个成绩 两个成绩对不对 那最后跑完这个内回圈之后 有没有 这个内回圈跑完之后 那怎么样呢 就跑这边 小计 所以小计出来了 对 然后把sum输出 这个sum的话 就输出 输出之后的话呢 那就再跑外回圈 不过特别注意 这个sum要先把它归零 因为如果你不归零的话 它变成怎样 继续再把122再加 一直加一直加 就会数字不正确 所以跑 这个外回圈 到内回圈的中间 这边有个出值 就是把那个值给改掉 改为零 然后再跑 所以下一个 这边就是下一个成绩 然后小计输出 然后一个成绩 两个成绩 小计输出 最后要输出 全部的成绩的话 因为total没有被归零 所以这个total 全部加起来之后的话 再输出成绩总和 再加一个total 所以如果说你有多成绩的这个运算的话 两个成绩 然后你要个别输出它的小计 再加上总和的话 可以利用这个范例来做练习 所以这里的话 我想各位试试看 这个是直接负语词的 这个部分 OK 那把画面先再还给各位一下 当然各位也可以试试看 这个六个成绩有没有 你也可以把它改成什么 改成用那个乱数产生的 比如说我今天想要产生一个成绩是 这六个成绩是乱数跑出来 是从 假设是最低不要太低 四十五十分起跳了 五十分到一百分的一个range的六个成绩 然后再丢进去的话 有没有 就结合我们刚刚那个练习 不是我自己key上去 而是乱数跑出来的 然后再把它绣出来 所以这部分我想各位 再把它改写一下 把这个成绩直接 就是由直接赋语 再从乱数里面产生也是OK的 这里我想可以配合前面讲的那个范例